特殊时期我们怎样确保我们使馆的人员 以及在韩的比如说中国的公民等等 尽量不感染这样的新冠肺炎 去确保更大的安全 我们既是外交官也是普通人 也要做好防护工作 使馆高度重视在韩中国公民的健康安全 我们密切关注韩国疫情的发展情况 及时发布各种相关的信息 做好防护工作 我们已通过大使馆的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和媒体平台 提醒在韩的中国公民做好以下四点 这也包括我们使馆的人员 这是必须做好的 一是少外出 多防范 二是多通风 戴口罩 三是有症状 早就医 四是不恐慌 不传谣 使馆人员首先要做好上述四点